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之前发布了一个常见量化回测框架介绍的视频 有许多朋友私信我,想知道回测OK的策略 怎么对接石盘交易 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下策略对接石盘交易的一些方案 首先介绍一下A股的石盘交易方案 然后介绍一下美股和港股的石盘交易方案 我介绍这些都是在我认知范围内的 肯定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多多介绍 首先说A股 A股据我所知应该没有券商官方直接提供交易API接口的 但是有提供程序化交易系统的 常见的是Ptrade和QMT 而且QMT还提供了一套基于Python的API 给外部程序调用 也可以算是一种曲线救我吧 比如我用的A股券商是国金证券 支持Ptrade和QMT 但是资金量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才可以申请使用 而且两款软件只能申请一个 我申请使用的是QMT 稍后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软件的界面 和对接石盘的基本流程 大家如果有想要接入石盘的 可以找一个支持这两款软件的券商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取开通一款就可以对接石盘了 这些商业化的软件的好处就是 功能强大 集成度高 文档和帮助都比较完善 而且有持续的更新和维护 劣势就是有一定的资金门槛要求 需要学习软件自带的API功能 理解软件的整体运行流程 没有开源的软件灵活 另外就是如果算是缺点的话 就是说它没法进行全球化的交易 这个和我后面要说的盈透的API对比一下 就能体现出来了 然后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A股接入石盘的大概流程吧 我用的是国金证券的QMT客户端 其他券商的QMT客户端应该也都类似 国金证券的QMT客户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正式交易版本的 一个是模拟交易版本的 我首先登录一下正式交易版本的客户端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软件的布局 还有主要的模块 然后用模拟交易版本的客户端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整个回测的流程 以及如何对接石盘 这个就是正式版本的QMT客户端 大概分成这么几个模块 然后它的版本信息会显示是QMT交易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用模拟版本的来演示一下 整个交易策略吧 这个正式版本的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是模拟版本的 它的整个界面其实跟正式版本的 没有任何区别 进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这里面这块是我自己写的一些测试的策略 我们也可以先点进模型研究 在这里呢我可以新建策略 这块我就不演示新建的流程了 我就拿一个我之前做过的一个简单策略来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来编辑一下这个策略 点击编辑 然后把这个放到最大化 在函数这里面可以看到系统提供的一些python函数 这里面每一个都可以查看它的详细的使用方法 然后在右边是回测的一些信息的设置 包括你的默认周期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要跟踪的主图的品种是什么 然后付权的方式 另外呢 还有可以自己设置一些回测的参数 比如你的佣金 还有滑点手续费这些 我这边就演示一下如何来快速的回测一个策略 这个是我之前编写过的一个策略 然后我直接点一下回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主图上 就会出现回测的信息 这边呢是你主图跟踪的一个 就是你主图跟踪的那个品种 不一定是你回测的那个买卖的那个标的 下面是你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净值的变化情况 以及什么时候开仓平仓 上面这边呢是一个它的回测之后的一些参数 在你点不同的周期的时候这个参数是不同的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 我整个的一个购买和卖出的情况 因为这个策略比较简单 大家大概看一下去 还有它在一些持仓的情况 还有些历史汇总 这些就是它一个整个的回测界面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策略研究的OK了 可以上试盘了 那我们就点一下模型交易 然后在模型交易这里面 点击新建策略新建策略交易 然后选择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策略 比如就这个吧 然后选择一下我们的账号类型 选择一下资金账号 运行周期这块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选择分钟级和日级的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 这个策略就已经放到这个策略交易 这个模型交易这个里面了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运行 刚刚出去了一下 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吧 当我们点击运行的时候 策略是在石盘进行模拟运行 并不会触发真正的委托和交易 当我们在石盘模拟运行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策略基本OK了 我们就可以点击石盘交易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跑在石盘上了 我来大概说一下QMT的运行原理吧 用过事件驱动型回测框架 或者自己写过回测框架的朋友 对这些商用的交易软件原理理解起来应该都不难 QMT也是事件驱动型的 当我们回测的时候是逐K线进行的 也就是每根BAR都会触发策略 石盘的时候会有所不同 是每个TIC都会触发一次策略 但是下单默认是在下一根K线的第一个TIC进行 当然这个下单策略也是可以通过参数来修改的 对于一些日线级别的策略 如果需要在尾盘成交的话 就要修改下单的参数 再配合一些逻辑来完成 QMT咱们就介绍到这吧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Ptrade 我这边只有Ptrade的模拟版本 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其实使用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就是Ptrade的界面 这块有一些它默认策略 我们打开一个默认策略 然后点击一下回测 它就会回测起来 因为这个比较慢 我就不点击了 然后我们回测OK之后的策略 也是像QMT一样 然后在这里我们新增一下 然后选择随便写个名字 然后选择一个策略方案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它就在这里就运行起来了 这个就不详细介绍了 整个流程都是类似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去仔细研究一下 好了 咱们的演示就到这里吧 最后总结一下 A5可以通过这两款软件实现对接石盘 基本流程是创建策略 回测策略 石盘模拟 石盘交易 这四步 我本人没有推荐的开户券商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如果有想开户这类软件的朋友 也可以给我私信一下 我统计一下人数 如果比较多的话 可以帮忙问问券商 是否可以批量的优惠开户 留言我就不回复了 只做统计数据来用 接下来说一下美股和港股 接入石盘的方案 还是先说一下我自己在用的方案 我用的是盈透API和自己的一个框架 跑在Linux系统上 在后台运行 这个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就是一堆命令行和黑框 也没有什么演示的方法 美股的券商对多数用户 都是提供程序化交易接口的 这一点比A5就要方便许多 选择美股券商要考虑几点 就是比如资金的安全性 佣金的多少 融资融券的利率 还有交易品种的丰富程度 另外就是稳定性 开通是否方便等这些 作为国内用户 一是可以直接选择海外的券商 二是可以考虑 针对国内用户的美股港股券商 比如富途老虎雪莹威牛这些 我目前用的美股券商主要是盈透 来说一下它的优缺点吧 优点是交易品种丰富 基本上是一个账户就能投资全球 佣金还可以 融资融券方便利率比较低 接口强大而且稳定 缺点就是它的客户端软件 不符合国人的习惯 大多数人用着都会感觉到很别扭 另外就是行情数据需要付费 交易接口的学习成本也很高 出入金不是特别方便 盈透这个券商我也不直接推荐大家开户 有炒美股和港股意愿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需求 然后再研究一下具体开通哪家比较合适 如果有要开通盈透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开通 就算是对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支持吧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美股的入金 美股入金需要香港银行卡或美国银行卡 各大银行应该都有香港银行卡业务 开通的条件和门槛也不同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我之前用的是香港招行一卡通 目前开通门槛应该比之前开通的门槛还要高一些 不太推荐大家使用 如果用盈透的话 我比较推荐大家使用的是VELO 它是隶属于华美银行旗下的一个美国银行卡 对盈透的出入金支持都比较方便 而且开通没有门槛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开通 当开通这些券商后拿到相关的交易接口 就可以结合一些开源的回测框架 或者是自己直接通过接口写交易策略 来做美股和港股的程序化交易了 接着我给大家演示几个券商的API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盈透的API 这个就是盈透API的介绍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大的 甚至可以用来开发商业用的交易软件 而且交易的品种非常的丰富 下面是它的一些客户端的 不同的客户端的一些对比 通常我们可以用这个IB Gateway 如果我们学习盈透API的话 可以去看它官方的教程 我推荐大家看这个Python API 还有R语言的API的使用 可以主要看一下Python的API 这块有它详细的一些教程和使用的示例 盈透就说这些吧 另外盈透有一些开源的第三方实现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富途的交易API文档 富途也可以进行量化交易 这个是它官方的API文档 包括行情接口交易接口 还有一些基础接口 以及它的这个API是怎么使用的 最后再来介绍一下老虎开放平台 老虎也是支持程序化交易的 其实跟富途都差不太多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选择一个合适的券商之后 拿到这个券商提供的API之后 就可以自己结合一些开源的回测 或交易框架来做策略的实盘对接了 或者说是自己通过这些平台的API 直接写出交易策略 也可以对接平台 关于A股和美股对接实盘的方案 我就整理这些给大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 链化交易并不一定要依赖这些工具 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对股票本身的量化研究 能提出好的思路 观察到市场的意向 对数据和策略进行科学的研究和验证 另外永远要敬畏市场 金融从来也不是物理和数学定律 总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 有个非常出名的美股策略 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战胜了指数 这个策略非常的简单 但是是很纯粹的量化策略 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 有固定的股票池 只有一个选股指标 每年进行一次调仓 任何人都能轻松的复制 甚至完全不用交易接口也能够完成 还能获得超过绝大多数人的收益 这个可能和很多人印象当中的量化完全不一样 不过能赚钱交易次数又少 回撤低 而且不需要依赖特定工具就能完成的策略 不正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吗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